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业很尴尬和伤人 胖仔是一个40岁的中年编剧 由于他又矮又胖 至今还没有找到对象 这天他去找朋友介绍的对象丽丽约会 当小胖敲开门后 丽丽直白地表示他很失望 他把胖仔让进房间 说自己必须先去把没完成的自我安慰做完 然后就把胖仔撂在了房间 胖仔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 我现在又老又丑又胖又穷 而且最近老板还可能吵我鱿鱼 但我还是想要恋爱 丽丽自我安慰结束后 胖仔也直白地表示 丽丽的行为勾起了自己的小火苗 并想要在晚餐结束后和丽丽一起成长 不过丽丽压根对胖仔没有好感 直接拒绝了成长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餐厅 服务员也直言 胖仔配不上丽丽 这样胖仔很受打击 不过他也习以为常乐 随后丽丽的妈妈打电话查岗 丽丽当着胖仔的面又一顿调戏 胖仔只能欲哭无泪 第二天胖仔去公司上班 这里工作环境还不错 但同事之间也是直白请不去 老板晃晃悠悠 在胖仔办公室门口好几次 他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但事情已成定局 毕竟他写的那些东西实在太乏味了 胖仔辩解 1300年代只能写些黑死兵那些历史 老板也深调同情 毕竟这个年代的确没有什么好写的 但辞退的结局已经无法改变 刚刚被辞退的胖仔又受到了丽丽的双重打击 丽丽表示虽然你有些幽默 但你的长相和经济实力实在让我无力吐槽 丽丽明确表示不会和胖仔谈恋爱 已经绝望的胖仔回到家后又遭遇了暴击 房东得知胖仔失业赶紧来讨压房租 房租一个月要800美金 而胖仔账户里只还有300 在银行取钱时由于系统故障 只能由银行工作人员亲手结算 工作人员问胖仔要取多少钱 就在这时胖仔的脑回路里 突然出现了一个叫谎言的技能 这个技能提醒着胖仔要800美金 胖仔脱口而出 虽然之后系统恢复显示账户只有300 但工作人员依然认为是系统出了问题 而不是胖仔说了谎话 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谎话这个概念 轻而易举得到800美金的胖仔满面疑惑 随后他就喜笑颜开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迎来转折性的改变 胖仔来到酒吧问好友 如果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呢 好友露出了男人都懂的表情 表示可能需要一个女人 胖仔走到大街上 巡视一圈后从一堆大妈中 发现了一个妙龄女郎 他告诉女郎我们必须一起成长 否则这个世界就要毁灭 女郎本来对胖仔不屑一顾 但听到这句话后 马上要去旅馆和胖仔成长 他百分之百的相信了胖仔的话 拥有了这项无敌技能的胖仔 自然要满足一下自己的物质生活 首先他需要一大笔钱 他带着好友开车来到赌场 告诉老板自己中了大脚 但是机器没有出钱 老板马上表达了诚治的歉意 并把所有的钱拿出来赔给了胖仔 好友在旁边看得怀疑人生 但他一点也不明白胖仔是如何做到的 回到家后 胖仔遇到了正在搜寻如何自杀的邻居 胖仔听后有些难过 为了让邻居放弃自杀 他告诉邻居明天会更好 虽然这句也是谎言 但却成功地救下了一条生命 此时胖仔意识到谎言也可以帮助别人 他可以帮助乞丐从银行取钱 也可以帮助厌恶工作的女人恢复兴趣 还可以让吵架的情侣恢复如初 这些谎言带给别人快乐 也带给自己满足 胖仔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之前失败的卢瑟 于是他打电话给莉莉 希望能够重新约会一次 莉莉本想拒绝胖仔 但是禁不住胖仔的请求 同意再约最后一次 胖仔得到满意的回复后 本想愉快地睡觉 他看着电视中枯燥的节目突然灵光乍现 既然能够说谎 那么自己何不编写一些从未有过的有趣故事呢 于是胖仔马上起床奋笔结束 第二天信心满满地带着作品找到了老板 胖仔编造了一段外星人降临地球的虚无历史 让所有人信以为真 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胖仔则表示是因为外星人消除了人类的这段记忆 老板当即决定让胖仔负责这次电影的拍摄 所有人一致认为这将是电影公司最伟大的剧本 晚上胖仔和莉莉约会 虽然他现在有钱也有名 但莉莉依然不准备和胖仔结婚 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未来的孩子像胖仔一样又矮又丑 其实胖仔完全可以用谎言得到莉莉 但他真的喜欢莉莉 他无法对莉莉使用谎言 胖仔非常的无奈 这次约会也只能鲨鱼而归 就在这时胖仔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 原来胖仔的母亲快要死了 母亲对于死亡非常的恐惧 看着母亲焦虑紧张的神情 胖仔非常的难过 未来安抚母亲胖仔哭着告诉她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她将去往一个更美好的天堂 哪里没有痛苦 到处都充满了爱 在胖仔善意的谎言中 她的母亲带着满直的微笑离开了人世 胖仔的一番话被周围的医生听到 他们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围着胖仔 希望知道更多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莉莉则陪着胖仔 希望能够帮助他度过这段悲伤的时间 然而事情到了第二天就一发不可收拾 胖仔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很快就传递了全国 所有人都想要夺知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 胖仔一开始对这样一个超级谎言还是有些焦虑 但在莉莉的开导下 她意识到谎言也可以导人向善 给人快乐 于是她充分发挥自己编剧的想象力 把死后的世界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地方 只不过想要去到这个地方 就必须多做善事 善良的人会去天堂 而坏事做尽的人则会下地狱 这件事之后 胖仔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成了年度风云荣誉 事业也是节节攀生 她的人生彻底改变 然而在爱情上 她还是在原地踏步 因为她不想要对莉莉使用谎言 她想要用真情感动莉莉 莉莉承认胖仔最善良最风趣 最能够带给她快乐的男人 但她始终建议自己未来的孩子会像胖仔一样丑陋 胖仔希望着有一天莉莉会回心转意 但始终看不惯胖仔的同事 瘦仔却夺取了莉莉的芳心 而且两个人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瘦仔还故意跑到胖仔的豪宅里炫耀 虽然你拥有了一切 但我却能得到你喜欢的女人 莉莉和瘦仔去约会 虽然瘦仔长得比胖仔更精神 但瘦仔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直男 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替莉莉做决定 在约会的时候 莉莉妈妈再次打电话来查杠 瘦仔接过电话 直言莉莉的妈妈声音太难听 最后瘦仔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胖仔的言论 他追求莉莉也是因为想要胖仔输 他认为他才是人生的赢家 瘦仔做这一切 这让莉莉有些不自在 虽然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这样 但有了胖仔做对比 一切又显得不一样了 莉莉回到家和妈妈说起胖仔 他有心和胖仔在一起 因为和胖仔在一起 他感到快乐 但莉莉妈妈却认为胖仔虽然知道很多事情 但他的基因天生就是一个书家 胖仔此时一直也很消沉 他对着母亲的坟墓诉说自己的孤独 没有人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胖仔不知道在家窄了多久 他的头发和胡子都窄成了耶稣的样子 这天莉莉给胖仔送来了自己的结婚请柬 虽然胖仔不愿意经受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 朋友为胖仔准备好了西装 他鼓励胖仔去争取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书 胖仔收拾了一番西装革履的出席了莉莉的婚礼 他无法眼睁睁的看着莉莉嫁给兽仔 当牧师问在座所有人 有没有人能为莉莉提供更好的基因时 胖仔鼓起勇气站了起来 兽仔满脸不可思议 这胖子咋能争引说瞎话 胖仔表示莉莉更喜欢和我在一起 随后胖仔再次对莉莉表白 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基因遗传和后天竞争的优劣 莉莉问他 上帝有没有为他们指明方向 胖仔再一次说了没有 胖仔知道这次他再也没有机会 于是他伤心地走出了教堂 但就在这个时候莉莉追了出来 他问胖仔为什么上帝没有指示 胖仔将自己编造上帝的事情告诉了莉莉 但他不想欺骗莉莉 所以只能说没有指示 莉莉终于明白了胖仔的良苦用心 他沉思了片刻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他选择和胖仔组建幸福快乐的家庭 并最后胖仔和莉莉生了一个孩子 从此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具有说谎天赋的人 看来谎言的天赋也是可以传的 电影是一部喜剧 但其中却有无数的温情 胖仔在获得了谎言的超能力后 他本可以过得随心所欲 没有任何事能够阻碍他 但他更多的将这种能力用在了做善事上 从表面来看 胖仔的超能力的谎言 但他真正的超能力是他发自内心的善良 很多人对这部电影抱有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完全可以发掘成为一部有深度的 堪敌楚门的世界的电影 但电影最后却发展成了一部爱情为主题的喜剧 这样不少人感到失望 不过虽然没有成为经典 但它依然是一部不错的喜剧电影 我必须要去 我必须要去 你不可以 感谢观看